这个是已经煮好的黄豆 这个是拿来发酵黄豆使用的 今天教大家如何在家发酵黄豆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将 黄豆肥作为最完美的一种养花的有机肥 很多朋友都喜欢 但是很多朋友往往不知道怎么去制作 今年我第一批的黄豆肥现在开始制作了 这黄豆想要制作 记住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 第一步把它浸泡8个小时到10个小时 清水浸泡就可以了 浸泡完之后把水连同黄豆放到锅里面 或者是放在桶里面 用电热棒加热至水滚 水开了之后煮上一个小时 黄豆就彻底的煮熟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液体以及黄豆分开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行黄豆肥的制作了 有条件的朋友最好把这些黄豆 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把它的水分彻底的蒸干了之后 我们才进行下一步 这样子的黄豆分解会更加坏一点 当然有朋友说我没有这个条件 比如我今天我实在没时间再做其他事情 那么我就简简单单去做了 当然由于这个是比较湿的黄豆 所以我们在材料配比上面就会多一点 比较干的材料了 今天我们准备发酵黄豆用到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之前推荐大家去使用的椰康 这椰康已经泡了整整四次水了 要被过滤之后 这椰康现在保水能力还是可以的 由于这个椰康是比较湿的 同样最好把它晒干了再去处理 另外就是这个骨壳 骨壳里面含有大量的纤维液碳元素 这个在发酵的时候主要起到升温的作用 另外这个是骨壳 骨壳最近我在用的比较多 这个是我们平时是买大骨大米的时候 如果你在农村买就会买到这个骨壳 当然现在城市里比较少 一般庆乡这个骨壳大概是40块钱 可以买到80斤左右 我在家现在已经满满的80斤在那里了 这三样基本上就够了 有条件再往里面加点倒壳碳驱虫 那么这个肥料就简简单单完成 当然想要这个肥料完成 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细菌菌肥 这个菌肥里面就含有很多的有利于发酵的 比如枯草芽巴桿菌 木霉菌 乳酸菌 这些细菌都可以促进黄豆尽快的分解 另外还要准备大概这里是五斤的黄豆 我们还需要准备一斤半左右的红糖 一般情况呢 像骨壳啊 骨痕啊 椰痕啊 这些加东西加起来的总比例呢 加起来跟我们的黄豆一比一就可以了 当然呢 您可以适当的多一点 这样的升温呢 就快一点而已 然后红糖呢 是必须加的 啊 烟菌呢 也是必须加的 弄成这样子啊 窝上去有湿润的感觉 大概把这五湿的湿润左右呢 可以了 为什么加上三样材料呢 因为这样子呢 能给我们的黄豆提供一个舒服的环境 为什么加椰糠呢 因为椰糠呢 分解过后呢 也是可以拿去氧化的 同时呢 也可以保住水分 让我们这些材料呢 在更好的环境之下呢 被分解 那任何事情呢 都没有一个太固化的说法 比如我们在家没有骨糠怎么办呢 你可以加点咖啡渣 或者加点其他东西 也是可以了 咖啡渣呢 甚至也可以提升它的香味 这样子发酵出来 它有一股独特的咖啡渣的香味 刚才在搅拌的时候呢 我意外发现我家里呢 还有一些不错的 自己发 自己烧的骨壳 所以我把它也加进去了 起到杀菌的作用 另外呢 还找到了半包这样子的羞饮粪 羞饮粪里面的羞饮的那个氢氧成分呢 也有利于这个黄豆分解 所以我把整包的羞饮粪呢 也丢进去了 这样子的黄豆就能很快很快速的被分解掉 哦呦 现在感觉好多好多这个材料 然后呢 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不顾水呢 可以适当的往里面加点水 搅拌均匀之后呢 这个就刚刚好了 摸下去呢 没有一个很湿润的感觉 但是感觉它是湿湿的 起码粘手 然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黄豆全部丢进去 这里是一半的黄豆 我这次发酵了 弄了五斤的黄豆 暂时的把它搅拌均匀 同时呢 也可以往里面加入细菌了 一般情况我们发酵呢 用这个EM菌呢 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呢 是拿来发酵肥料的 用酱母菌呢 近段时间呢 感觉没那么好 一般情况呢 这个EM菌呢 是我们这个肥料的 大概一百分之一左右 比如这里是五斤的黄豆 那么五斤就是一千五百克 一百一千五百克呢 我们大概一百分之一 需要用到十五克左右的EM菌就可以了 而我这个瓶盖呢 大概是五毫升左右吧 那么就可以了 就把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颗豆子上面呢 都沾有这个细菌 现在还缺的就是红糖了 看到没有 这是搅拌了第一次 第二次加进去的黄豆 您猜猜我这里一共多少黄豆 一共才五斤的黄豆 而发酵煮熟之后 黄豆会膨胀 大概就是它的三到四倍 所以呢 五斤的黄豆呢 你要准备一个二十升左右的容器才可以 我们把它再次的搅拌均匀 终于搅拌均匀了 每一个黄豆上面都沾满了泥土以及细菌 把它装到一个黑色的桶里面去 我呢 直接放到我煮黄豆的桶里面去了 全部加进去 前两天呢 是一整桶的黄豆肥水 现在是一整桶的干货 这个东西呢 一般情况我们需要发酵 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到两个月 在十天左右呢 是明显看到这里有细菌了 所以这里呢 我们需要盖一些薄膜 进行防止外线的处理 防光罩 这个东西放在通风阴凉闭光的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一些薄膜 防止一些老鼠啊 搅动物干扰就可以了 如果您加很多那什么 那个蟑螂啊 蚂蚁啊 有可能还需要往上面撒一些蛆虫的药 这样子呢 狂豆就可以很快的被分解 由于狂豆肥呢 它在发酵的时候呢 可以升温 然后会产生很多气味 可以吸引那个虫子 所以呢 大家尽量呢 用一些黑色的桶 然后我在上面呢 用一个塑料袋 装了一袋有猫料的沙子 这样子呢 能有一定的驱赶那个虫子的作用 这一袋的沙子 然后再在上面呢 铺一层黑色的薄膜 可以增加它的温度 把这个薄膜给卷起来 家里没有呢 你也可以用些旧衣服 也可以 这种黄豆肥呢 这是被我放在这里 这里阳光最足 一天每天呢 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呢 都能照到太阳 当然呢 本来我们发酵黄豆肥呢 需要闭光了 但是呢 由于我整个的设计呢 都是一个黑色的保护 外面是个黑色的桶 上面是个黑色的薄膜 还有一层沙子去隔绝 上面还放了石头去压实了 里面呢 也放了一些蛆虫的药 所以呢 我不担心虫子的问题 也不担心紫外线的问题 所以我可以放心的让它在这里升温 一般情况呢 您会发现一个星期左右呢 它就明显的温度涨起来 然后上面是浮满了白色的菌丝 然后一个月左右呢 这个黄豆肥基本上就发酵完成 当然呢 如果我是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有机肥非常多嘛 所以这个肥料 我一般情况会发酵六个月 等到今年的秋天呢 我就会拿它来使用 那时候使用太爽了 养啥都不好喷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是佛沙奥花酱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